什么的协调 协调是协调 我可以当初 我还当初是吧 对 好 老师比较苗条是吗 对 好 可以 还在这吗 给自己接近了 老师 我们选一颗苗条听法的处 OK吗 可以 可以啊 来 有请 好 好 准备 手打开一点 好 看一下 走 走 快过 准备好了吗 我把手放开了 我们可不可以转个圈 转个圈啊 来 一二三 好 3 2 1 落 起 帅 我算是明白了 怪不得这棵树我们来不了呢 这不是一般人能来得了的 觉得刚才这棵大树还合格吗 可以 可以啊 还有提高的空间吗 他 可以 下次他还可以更好吗 可以 可以 加油 可以加油 少侠 少侠太厉害了 刚才这套拳法 专业的树语应该叫 长拳 还是 对 算是自选吧 因为我里面融合了长拳 还有通背拳 通背 对 还有帆子拳 三种 我看出来了 面对三宝小师傅 我们杨教战老师已经放出大招了 对 怎么办 我们还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吗 三宝师傅 有吗 师傅有人欺负我 哈哈哈哈 我们有师傅啊 对 有师傅 师傅 你在哪里 你快点来吧 师傅 我坚持不住了 对 你好 欢迎您 欢迎您 这个 三宝小师傅委屈地说 师傅有人欺负我 刚刚您在台下都看到了是吧 都看到了 孩子今天表现得都很好 但是现在我看您会心一笑 说实话刚才 尤其是打第一个这个表演套路的时候 我看师傅当时表情特别的严肃 也在跟他一起使劲啊 是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心态 还是对他至少还是有点不放心吧 但是实际上孩子的整体情况 表现得还是都很好 那您被徒弟请上来 是给他这个助威来了 俗话说得还手了 刚才已经有一个大师傅 已经在我们三宝小师傅面前使出了大招 师傅咱不能够手软 对吧 咱少林寺肯定咱们大招也很多呀 没错 听说你也带着家伙事了 你们藏哪儿了 在护着 是哪方面的兵器的展示呢 棍树 少林棍是吧 少林寺的棍树 哎呦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三宝的师傅 炎殿师傅 曾在2009年武术大赛获得三项全能冠军 还曾经在野战里服役 现在是少林寺的武僧教头 也是少林功夫的飞仪传承吗 来 师傅的棍在哪儿呢 来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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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师觉得刚才我们带来这个表演怎么样 师傅打得要狐狐生风 首先刚才是猴棍 不管是在行体上还是眼群上 我非常的参赦 对 唯妙唯孝 而且真的是像您说的狐狐生风 哎呀 我在旁边似乎感觉到这个 一阵风过来 对 不禁让我浑身一震 真的是厉害 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杨德湛老师 几轮和我们三宝小师傅的切磋 相信三宝也学到了不少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来访一下我们的严店师傅 刚才三宝说了 两岁的时候就去到少林寺 开始学习功夫 是这样吗 对 因为三宝的家 就是在咱们少林寺附近 他们的爸爸妈妈呢 经常在咱们少林寺呢 做义工帮忙 那么两岁多呢 他爸爸妈妈都看了 这个孩子非常喜欢学乌 就把孩子交给我们了 哎呀 刚到私人的时候 其实孩子还没有断奶 啊 真的啊 对 是真的 换衣服 上厕所 其实这些都不会 这不仅仅是师傅了 同时还是又是爹又是妈 就当爹又当妈了啊 那就是喂奶呀 换尿荷什么的 您都得来 对 由不上是见证了孩子的成长 那真是跟师傅特别亲 师傅您说实话 三宝小时候是属于那种 比较调皮捣蛋的小孩吗 其实在小的时候还是蛮听话的 随着这几年长大 越来越懂事 这也更加的不受约束了 长大了 自己有想法了 他平时在少林寺练功的时候 如果说不太听话的时候 您通常会有什么好办法吗 当然了 教育嘛 我们虽然有菩萨的心肠 我们也有精装的手段 哎呦 啊 少林寺是直接救少林棍吗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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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罚这措施还有什么方法 但是看得出来 好像三宝小朋友 确确实实对这个武术 还是有着一个天然的这种兴趣啊 也相信我们三宝 未来一定会给您带来更大的惊喜 好吧 再次感谢我们的严谍师傅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今天严谍师傅 现场为我们三宝加油助阵 对不对 所以呢 接下来 相信你在下面的挑战环节 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 你大声地告诉大家 准备来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内容 淘天灯 泡泡哥们记不记得 在咱们多彩少年之前的舞台上 也是有一个武术少年 那是一个小哥哥 他十二岁 是的 当时就创下了咱们节目的 一个朝天灯的时间记录 没错 当时的这个成绩 应该是二十分零九秒啊 既然要挑战这个记录 也就是说 只要到二十分十秒 超过哪怕一秒 都算是挑战成功 但是毕竟是二十分钟 还要多的这个时间 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有 好的 好的 那咱们先大声谈出口号 给自己加加油 好不好 来 二十分钟是 多彩少年 奋勇向前 下面即将进入挑战少年 杨三宝的挑战时刻 我们已经让挑战者 在指定区域做好了准备 请杨的战裁判 来宣读挑战规则 少年挑战者 杨三宝 挑战内容是 潮天灯挑战 挑战规则如下 一 始终保持身体直立 上灯脚贴紧耳侧 二 上灯脚下落 即为挑战结束 三 时长超过 二零二二年 多彩少年 潮天灯记录 即为挑战成功 四 本轮挑战 只有一次机会 好的 我们挑战者杨三宝的挑战内容呢 将会在指定的区域进行 我们也将有一台机器呢 专门进行拍摄 也麻烦我们的杨的战裁判 全程进行监督和评判 来有请您宣布挑战开始 准备好了吗 好 挑战 开始 此时 少年挑战者杨三宝 正在向多彩少年2022年潮天灯20分09秒的记录 发起挑战 而创下这项记录的 是当时12岁的少年挑战者周向杰 二十多分钟是极漫长的过程 即便是创下此记录的周向杰 完成的也并不轻松 与其相比 杨三宝无论从年龄上 还是体力上 都丝毫不占优势 面对如此高难度的挑战任务 这个七岁的少年挑战者 真的能完成挑战 打破记录吗 观众朋友此刻一号少年挑战者 杨三宝的朝天灯挑战 已经结束了 他有没有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有请杨德战裁判 和杨三宝再次登场 在三宝小师傅 整个的挑战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有摄像机进行了全程的记录 我们先来快速地看一下回放 通过我们刚才的回放 看到其实我们的挑战少年 在刚才挑战的过程当中 也并不是那么地轻松 当然了 他的这个支撑脚 其实也是一直在摇晃的 到最后还稍微有一点点 眼中有点含着泪水的那个感觉 可能您看得更加地真切 因为是在开始的时候还好 因为后面我们刚才有很多跳绳 其实有震动 这个板子就不是特别地稳 所以我们一直在按着那个板子 尽量不让它动 所以他脚也在摇晃 尤其是到17分左右 就是晃得会很